週二 川普發表了一則曝光民主黨女議員 奧馬爾買選票的視頻 川普多次強調 民主黨人通過操縱選票破壞大選 川普週日表示 他看了拜登對沃倫及賀錦麗的辯論 拜登表現糟糕 但在隨後和桑德斯的辯論中表現不錯 川普暗示 拜登這樣不穩定的表現 很可能是服用了藥物 川普還提到 拜登上週五接受MSDNC採訪時 記者一直幫助拜登回答問題 她在幫助他 她在給他一個問題 然後幫助他回答問題 我非常認識她 她沒有做的 這真可憐 人們不說話 週日有記者問 如果辯論中 拜登迴避有關他兒子和烏克蘭 中國的交易醜聞等問題時 川普表示 他掌握所有信息 如果他嘗試掌握這些問題 或者他沒有回答他們 您能夠準備好事和資訊 對於美國的報道 我已經有了所有資訊 它已經出現了 週一 美聯社主白宮記者推測 川普將在辯論中揭開拜登真面目 川普週日表示 他為這次辯論做了充分準備 包括模擬實戰演習 由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 和前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蒂協助 據報 拜登競選團隊也請來白宮前資深顧問 鮑爾扮演川普 舉行模擬辯論 目前 俄海俄州克里夫蘭的辯論會場 已經準備就緒 新唐人記者 畢新慈 宇薇綜合報導